在草丛国中学生的选乐四重奏中 世界书香日活动拉开序幕 南投县政府今天在县府大厅 举办世界书香日的活动 阅读可以充实自己的内涵与自信 希望小朋友可以从小培养阅读的习惯 并从中得到乐趣 共同增进艺术与文化气息的提升 要阅读才能充实我们自己的内涵以及自信 这些年来我们在林县长的主力推动之下 也希望我们的小朋友从小就要阅读 也从阅读中去找到乐趣 让我们的学职还能让他们对着读书这方面 文化的气息还有艺术各方面的学习空间 可以从小就能塑造他们的那种心境 还能对这方面多多来核心 其他可以说我们大家 攜手并进共同来参与 让大家有文化气息的提升 议员陈汉立特别在现场向小朋友说明 世界书香日的由来 并且鼓励学生要多阅读 少用3C产品 其免可以从中得到丰硕的收获 为什么会在4月23号 就是我们著名的文豪 莎士比亚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为了纪念他的伟大的文学成就 所以定于这一天 也希望说来这一天呢 鼓励大家一起来阅读 尤其是小朋友 去买书 然后尊重这些作家的版权 看书呢也不会伤眼睛 那希望说可以藉由这样子的日识呢 来提倡小朋友多看书 少用这些电子用品 那也希望说得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 书是连接知识的宝库 透过政府的重视与政策 让孩童可以透过阅读 翻转未来 世界书夏日的活动 吸引了许多学校共同参加 医员赖燕雪 期盼相关政策能够永续经营 书呢是连接我们知识的宝库 养成阅读的习惯 好处多多 所以这几年政府的重视 让我们的孩童呢 可以透过我们的阅读呢 翻转我们的未来 我想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习惯 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颜如玉 假使能够多多的阅读 能够让我们的一个能量能够充足 而且未来能够落实在我们的家庭社会 跟生活当中 我想这个对孩童的帮助是相当的大 今天看到这么多的单位还有学校 一起来共襄盛举 我们期盼说我们的阅读习惯的一个政策 能够永续的经营 文化局为了响应世界书香日 也邀请南投县各乡镇市长 录制了阅读love 活动宣传影片 并结合各乡镇市立图书馆 共同办理阅读love 106年123世界书香日 阅读抽好看活动 欢迎民众在4月23日当天 到邻近的图书馆借书并参与活动 一起接受书香的熏陶 民意新闻林家会 南投采访报道